現在我要去紀錄的路上 因為他的比賽是七點六點半就開跑了 可是因為我們待會要熱身而且要卡進一分區 所以要早一點把紀錄這件事情完成 才不會待會手忙腳亂 所以我現在已經手忙腳亂了 找不到我的手套 台灣的賽事這點就做的跟日本蠻像 很貼心啊 有袋子 防水一下 YES 真的好期待今天的到來 沒錯 今年的2023年台北馬松 我參加的是全馬的組別 其實這一次啊 在賽前 我自認啦 我覺得是準備了蠻充足的 現在時間5.53分 而且只有12度 相比去年來說 今年稍微溫暖一點 但你不知道是不是我最近啊 有去FXT啊 去東京 感覺好像溫度適應的還可以 也沒有這麼冷 但今天的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我希望可以挑戰全馬SUB3 SUB3有多困難呢 可能對大家來講還好 但對我來講真的是我覺得有點難度 畢竟他要用全程4分15的均速來完成全馬的距離 那我今年呢 目標就是前面應該不一定跟得上配速列車 因為我在B區 所以我盡可能慢慢用我的節奏慢慢跟上 而且你看 我連手上的這個配速小抽都準備好了 所以今年我個人認為 我的體感上應該已經到85%的準備完成 調整狀態也還OK 那我今天穿著的鞋子呢 也就是ADD0 Arteos Pro 3 OK 那我們話不多說 最後熱身 準備待會就進入我們的分區 我今天年年的分區在B區 OK 非常期待啊 趕快快跑 第一次進來全馬的B區 我們有成績認證才可以進來的區域 330內都在這邊 如果今年可以跑SUB3的話 我們就可以到A區了 我們待會是用大會時間 所以我要跟著大會時間來 OK 倒數一分鐘了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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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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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30秒 出發 我們30秒的時間 開始出發了 加油 42公里的路程 開始挑戰 OK 接下來要認真跑了 不能跟你們聊天了 4分25 我們慢慢把配速抓回到4分15秒 因為前面人比較多 可能要稍微花一下時間 才可以稍微散開一點 好 那邊太急了 最文明就有開放 現在第一個目標 我們要把心率慢慢 裝回到比較穩定的狀態 現在心率偏高 160 比訓練的時候高一點 剛剛因為有加速啊 超車 所以還慢慢找到差不多配速的人 跑一起 4分45 扣掉我們出發 30秒 差不多 第2K 4分11秒 OK 我們跑到目標配速 但我覺得出發沒有想像中那麼冷 我等一下考慮吧 手套修套脫掉 第3公里了 第3公里了 10分10秒 回到仁愛路 會急處 考慮脫衣服了 看要怎麼調整一下 把衣服脫掉 底下有點熱 好 好 加油 加油肉米吧 好 好 這台車都跟不完 好 好 OK 變裝完成 剛剛實在太熱了 拿個水 脫手套 調整呼吸 沒中 真不好意思 太輕了 好 第5K 4分14 要過晶片區了 21分19 我們的5K目標 21分13 有慢慢追回來 因為我們前面落後了30秒 起跑時間 現在經過這邊 中正健康 現在居住4分15 心率160 剛脫衣服感覺有點 稍微心率快一點 慢慢調整回來 接下來應該是往 總統府 然後 北一女中 北四大 那邊前進 前面這段要盡量省力 因為今天風很大 回程 帶著中山北路 跟 河濱還有橋上 應該是 不好跑 我們跑到中華路 前面就是7.5公里的水站 前面 前面 感覺你可以穿 支撐型好一點的鞋子 有點為你的韌帶擔心 有點內塌太嚴重了 有點內塌太嚴重了 第9K 4分12 我們現在人在 汗口街 就是北車前面這一塊 吃一下 小腰丸 電解指定 前面就快到了 雙雙虎 10K水站 那我們果膠 今天的目標 12K才吃果膠 加油 第10K 4分15 沒想到 我後面竟然有 超大一串 剛剛還想說 只有我自己在跑 大家看著 隱形的氣球 上面有顆隱形的氣球 拿著GoPro的效面 他就覺得 這一團硬 手段 越來越多了 我覺得跟著這一團 慢慢找到 第11K 4分11 沒有 吃果腰 還有30公里而已 加油 加油 聽了好絕望喔 那個說還有30公里的 自己下來跑 還那麼遠 下次加油 抬後面一點 水站就到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前面準備迎來 第一座上橋考驗 圓山到了 目標 可以稍微 下降速度 可是 不要心率上升太多 這段開始應該 風會比較大 盡可能找在人群後面躲 因為跟我後面那些群 我已經最前面 沒有人可以幫忙擋風 這邊要稍微調降了 剛剛那邊下坡 不然到四分整 恢復一下 15K 4分08 下坡管得太快了 但距離我們的配速小超 現在只差10秒 所以配速範圍是 逐漸縮小 但要盡可能維持 這樣的心率 161 162 北岸路這一段 明顯風力比較大 所以 他找人躲好 17K 4分15 目標配速可以 接下來就想辦法 省力一點 17.5 順利 喝完水 接下來就慢慢往前 準備面臨環東了 所以這邊盡可能要躲好 後面風很大 完蛋 他這樣一講我怎麼敢跟嗎 等下說 Jerry這樣子不出來帶 不是嘛 我又跟不上他們 我在前面帶一帶 等下我就抱了 差點就沒過今天了 前面水占到了 看到三小時的氣球 距離我們應該兩三百公尺 準備上環東了 考驗開始 第二個上坡 二十一K 二十一K 四分十九 八十九分十秒 前半程通過 八十九分十秒 後半程 維持在八十九分 四十秒內 就可以破山 但現在有點小刺激 心率 比練習的時候還是要高一點 現在都大概一六八 他還剩下最後的半馬 加油 梁德瑞撐住 二十二點五K 補景 二十五K 四分十二秒 一小時 四十六分 十二 比我們目標大概快三十秒 身體狀況還OK 破山 要再哭就可以了 二十八K 他要進河濱了 目標是 兩小時零七分 有達標 只有十二K了 讓我們的螞蟻教練 下班了 希望我 希望我後段 希望我後段可以 自立自強 撐完最後十二公里 不要 先一下 我陪他了 我們追到 三十一公里 終於追到配速列車了 距離大概還有一百公尺 當然就是 慢慢的 照我們節奏就好 三十二K 吃果膠時間 前面三十二點五水站 倒數十公里 加油 哇 這裡水站如戰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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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 謝謝 謝謝 感謝我的 今天立攝影師 Jay 哇 可以請到Jay 幫我當攝影師 我實在是 太慚愧了 回去再付我五百 中午要給我請 哇 哇 太感謝了 最後十公里 加油 配速列車 前面到 彩虹橋了 嘿 加油 三十五K步機完成 四分十五 兩小時而騎 我們的目標是 兩小時二十八 哇 哇 這個太小了 會有點煙花 不管了 最後七K 腳有點硬掉了 最後一段 想辦法撐住了 欸 梁澤瑞 他已經在這邊了啦 前面啦 你也看得到喔 看得到啊 為什麼 他真的在那邊啦 趕快啦 要去跟他結尾了啦 還不趕快衝 他沒那麼快啊 你有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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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套 頭上有白白的 欸 真的是耶 Neighbor 都會選擇 為了 交換 他 血 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重跑一次 有了有了有了 獎盃出現了 獎盃的結果是什麼 這個是不是軟體要重鞋 全馬最快記錄 25836 我成功達標我的目標 就是我成功在SUB3以內完成我的全馬成績 直接不囉嗦了啦 跟大家公布 我的42公里完賽時間 2小時 58分 34秒 但我的個人成績呢 是2小時58分01秒 要不是後面很多人我就叫出來了跟你講 但重點是我今天 在比賽的過程啊 其實前半程我覺得跑得 我算保守 我個人認為我的狀況還不錯 然後調整得也很到位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順順地跑完 可是其實在前半程 一直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跑一跑想要找人擋風 左右全部都沒人耶 只是我自己在前面卡 所以你在領先集團啊 不是領先集團 是沒有人要出來卡位 我轉過去 後面一大票人 但沒關係 我今天跟蟻群蟻教練 還有我們在半路遇到的就是J 還好有他們兩個在我旁邊輪流 就是互相帶一下帶一下 所以我們前半程算跑得還OK 可是其實今天不知道為什麼跑起來 心率是比我之前的訓練偏高的 我今天的平均心率怎麼看表都是一六級 我其實在前半程有點慌 覺得會不會跑不完 然後我大概在第二十幾公里 上那個環東大道的時候 哇真是第一個考驗開始 因為環東大道上去之後 是連續兩段上坡 然後連續上坡 其實已經對於肌肉負擔很大之外 最上次那邊風超大 然後我必須要一直找人跟 但那個時候的狀態就是 一進水站 我們的集團就散掉了 就大家進水站就變慢 所以我必須要維持我自己的目標配色的情況下 我只能慢慢的一直往前跑 但最後面就是我前面都沒有人 然後越跑越少 就只能在前面擋風 我就變成這樣 因為風實在太大了 然後下環東 哇那個下坡精彩 環東那個下坡超長 跑到下面的時候 我整個大腿已經感覺快要抽筋了 所以回轉的時候有稍微減速一下 然後在我們進合體之後 也算是第二個考驗開始 但還好合體那一段 算是有天公作美 因為合體那一整段都是順風 一直到最後那個壓頭回轉出的地方 才是真的考驗風很大 但到那邊的過程啊 我才終於在第36公里的時候追到 就是那個破山的那個氣球 還好有追到他們 因為其實他們很 我必須說真的很感動 因為跑一跑 他們原本是集團四個人 還會變成 就是 二二 然後變成 對形變換變這樣 一二三四 在前面擋風 所以後面的跑者其實是很幸福的 因為在跑那段的時候風超大 如果沒有他們在前面擋 真的是會有點撐不住 可是當時候我的體感啊 明明就是跑差不多的配速 可是腳已經覺得快抬不起來 而且屁股一直快抽筋的狀態 所以 還好我有撐過那一刻 因為我自己 心裡一直秉持著一個信念 就是我在出發的時候跟學生講的 我們已經訓練這麼痛苦了 大概維持三到四個月 而且每天自己跑 跑的那種心酸的沒人知道 所以我一直給我自己的一個 最後的目標 就是我再怎麼樣都要 就算我已經爆掉很痛苦 我也要撐著完成 我不想要到終點的時候才很後悔 但我也覺得還好我最後三公里 有很感謝那個J 在旁邊跟我說 要加速要加速 後面還有機會可以破山 然後要撐住這樣 所以後面我還好在最後 進南京東路的時候開始加速 那那個時候真的是 我認為所有比賽的過程當中 最痛苦的一段就是那時候 因為我覺得我的心率已經太高 那時候心率都180級 而且跑得很喘 然後肌肉快抽筋的情況下 但又聽到 旁邊半馬的加油聲超大 所以整個是各種 戶外的亢奮的音質 讓我覺得要撐下去 還好最後 我有成功達到終點 但今天有個小插曲 我們的螞蟻教練 在30公里的時候 那時候狀況有點辛苦 所以後來我們攝影師就換到J 那感謝他們幫我拿完最後12公里 如果是我自己拿相機跑12公里 我覺得我應該 跑不到破山 所以我覺得很感謝他們 就是沒有他們 我真的今天是沒有辦法完成破山的 也很感謝在前幾天 就是在台北馬Expo會場的時候 所有的觀眾啊 就是有來跟我加油 然後希望我一定要破山 覺得我一定可以做到 我覺得對我的心理上面的這種成長感受 是真的很有幫助的 所以很感謝大家為我加油 今天我做到了 三小時的成功 我的台北馬完成 接下來明年 我即將應該啟動一個 我覺得算是蠻厲害的計畫 我希望我可以挑戰 在2024、2025年 想辦法看有沒有機會 在我30歲前挑戰完成世界六大馬拉松 希望可以達到 那如果有一些旅行社看到這影片 有辦法用到名額也歡迎跟我聯絡 因為我已經三個比賽都共估了 東京馬沒中籤 柏林馬沒中籤 芝加哥我也沒中籤 但我現在兩小時58分 應該有些比賽可以申請Qualify 好啦 那我們今天台北馬全馬的紀錄 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是你的家長隊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真的太感動了 我今天晚上應該睡不著了 太爽啦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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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啊 成功啊 好